称霸野区的男人就能称霸全场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乖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这期是给大家带来野区小蛙王第二期 兔子也就是黑暗闲者的第一视角 在那个视频的开始之前呢 我先想到 大家可能突然接受不了这个打野是怎么打的 可能看一遍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这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 就是开始之前 这边是金卫 我在金卫打野 出门装呢 就是这个出门装 现在剩上3400块钱 好的 先被自己加个套子 然后去这边把小野打了 因为开始的话 打大野是非常伤的 嗯 这个一技的伤害 嗯 这个 二技能那个离子汤的伤害不是很高 然后所以打大野的话会掉很多血 然后走过来 啊 这边是个大萨 把他拉出来 拉上两波 一般大萨和那个巨魔的话是比较好的 那人马也是还可以 我个人不是说你喜欢打销售啊 那熊怪就更讨厌了 这边去把这个野打了 因为他这边刚好刷野 好的 打到这个应该是到了两级 你刚才过来的时候 看了一下 是3470块 打了200块 好的 两波 两波那个大萨 给那个小 小萨套一个套子 然后把他拉出来 这样的话 他那个小萨会一直烫其他野怪 现在就不用你自己去上去扛伤害了 然后 消耗一下感觉差不多了 因为这波野的话是比较弱的 伤害没有那么高 如果是熊怪的话 嗯 可以再 就是 多套一个套子 就是三个套子 你套一个套子 然后绕着 嗯 把野怪拉出来 绕两圈 然后看着差不多了 直接扛上去打掉 好的 这边我是 因为 他比较弱 直接扛上去把他打掉了 好的 现在1分50秒 快到达了四级 好的 这边 马上又刷野了 我把大药一颗 现在快四级 好的 这边人品不错 巨魔 当然可能 不是每盘都这样 但是 嗯 不管是什么怪啊 说了熊怪 嗯 差不多打野就是 就是这样的 嗯 比如你现在三级 没有四级 哪怕刚好三级 也可以的 打一波人马 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打不销售 都是毫无压力的 把这边给自己个加速 因为一滴加速的话 需要二十点蓝 就不是很在乎 好的 把他拉过来 把这边野一打 再给自己个加速 为自己的蓝 也就是这样了 现在是不可能去杠克 然后 把这边销售打了 好的 至于为什么不买装备 一会儿再给大家说 大家先就是看一下我的 简单的看一下 前面期的打野 好的 这边是直接到达了五级啊 现在是两分三十秒 不是两分五十秒 这个野马上就刷了 再打一波野 然后五级把他把这个野一打回家 好的 这样的话 前期 三分钟 你先到达了五级 你的状态也就是回去补了 这个熊快 你是否可能打得过了 我推荐大家 你由于打路人嘛 打路人的话 推荐大家出那个绿鞋 然后魂剑 这样的话 能保证的血量 也能保证的蓝量 因为兔子是很缺蓝的 好的 进位的话 也就差不多这样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天灾的 其实天灾呢 也差不多了 只不过天灾相对来说 好打野一点 天灾的话 这边有可能刷十多人 当然也没有这么倒霉了 好 这边是 拆狼 拆狼刺客 给打掉 也有没有开改建啊 就是在单击的 好的 这边果然是一波熊怪 但是没有关系 好的 打掉 不不不 打掉去了 是把他拉出来 拉上两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往左边拉 这样的 因为这边 你可以刚好打这边的野 不用浪费时间 往右边拉的话 你要绕一圈 会浪费你 几十秒 不是十秒的时间吧 差不多 你要拉到左边 可以直接打了 这边有人品还是很好 是一波 小萨中萨 这样的话 打完了 再打一波小野 能到三级了 然后再打右边的大野的话 就比较好打了 好的 好的 由于我现在是两级半 打了就能到三级 所以我 可以考虑把那个右边的大野拉成三波 因为现在 还差十几秒就能刷了 诶 咦 这个野怪的 很淘血 现在三级 你看现在41秒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把这边的野拉成三波 好 先等一下 不急 给那个最小的 先套一个套子 因为最小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 好打嘛 然后给一个小的套 然后他 让他去烫一些大的 就血多的怪 好 这边是三级 三级的 好的 一边拉个巨魔 人品还不错 现在先不急 诶 考虑一下给谁套套子 先不急 先绕一圈 好的 再给这边的一个小巨魔套一套子 然后等下一个套子cd的话 就直接能打掉了 因为现在三波怪 伤害还是很高的 你要直接扛上去的话 可能会直接被野怪打死 好的 现在差不多了 跟那个 他那个巨魔 跟他保持距离 他能趟到其他野怪 然后 你是烫不到他的 要不然你一下就把他烫死了 好的 现在2分40秒 马上5级 差不多的 是2级的套子 然后1级的c 也就是 嗯 1级的加速 现在到达了5级 2分50秒 嗯 由于这 刚才2盘 人品都不错 这边是拉不到野了 所以我也不拉了 应该的可以打掉 反正没有状态 直接打掉 因为 因为 现在 该 那个 刚开始知道大家的话 嗯 是 嗯 出绿邪魂戒 相对来说 发育比较稳定一些 当然 嗯 就是你玩熟悉的之后 可以考虑出瓶子 出瓶子的话 节奏一定要好 要不然你发育的话 可能 相对来说没那么快 因为你绿邪魂戒的话 呃 可以 干很多事情 可以干可 可以发育 好的 我们正式进入一场 就是我一个 三个人 我们 不对 我们四个人 一个小黑店 一个正式的路人局 好的 这边是刚才一样的出门庄 然后一个圆盾 两个树枝 一个大药 啊 以及树枝 两组施术 然后这边 我是出门比较快 跟刚才一样的 嗯 要是打那种高端局的话 呃 因为现在路人嘛 高端局跟路 跟那个平支也差不多了 不像打CW CW的话 可能 嗯 对面来钢三的话 或者怎样 压力大一点 这时候就要买瓶子 提前去支援才行 但是 打路人的话 可能压力没那么大 你可以 你可以偏发育一点 因为这个英雄发育是非常快的 等他的级别起来 嗯 发育是拦不住的 CW里面也是这样的 相对来说 这个兔子 是很难压制住的 就是这个点 你想压制他 呃 感觉 浪米时间 你给他一点时间 他就立马发育起来了 对面选择了一个蝙蝠 帕克 还有一个优鬼 我们家路人选择了低法师 然后 风心者 以及火猫 对面好一点 看起来 我们家的话 相对来说 比较路人 这边等下福 火猫 行兔子 也还好了 我们的阵容其实也还挺厉害 最后补了一个飞机 继续等福 由于刚才我是单机的 要是打路人 或者有朋友的话 这边碰到一个加速 加速的话 就给飞机留着了 我吃了也没什么用 因为我是打野的 一击的话 这个套子的伤害也不高 也烫不死人 所以我也不去吃了 好 这边准备给自己加套子 由于刚才我是单机 这盘是有队友的 我跟我的队友说 帮我拉一波双野 就跟那个 帮蝙蝙拉野一样的 他拉多少波都是能打的 只不过是 可以稍微消耗一点时间 然后这边刷了一波小狗头 直接收掉 这人嗓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点不舒服 好的 这边打掉 一样的道理 然后这边 把这边的野拉上两波 好的 这边是熊 这边人马 这把来说 人品就没有那么好了 不像刚才那两盘 什么巨魔 大萨 两波大萨 那对人品非常好的 钱多经验也多 好的 这边拉出来 这边 哦 又刷了一波狗头 打掉两级 如果刷两波熊的话 也是可以打的 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如果是两波熊 但是你 要想打的话也可以 好的 两波人马 其实也差不太多了 两波人马的话 我就还是稍微怂一下 等那个人马 把他烫掉多一点血的时候 再去扛 其实人马相对来说 也不是特别强 不像熊怪比较拽 两波人马 我就直接扛着打了 有环脚 有环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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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因为我每个人马 都到了 我给了一个人马 他能够垮ào 我也是怕 什么 这只可以 我要找到你的物业 有环的衣服 我因为很大 在这里 什么 我们可 总流 是不怕 此以后 你能够帮助 如果能够到有环戏 这只剩下 你可以 一波打得起来就很伤了 因为打一波两波都是一样的 打一波的话就不值了 这边我把这野打了 反正不管什么野 两波野加一波小野 这边都是都能到三级的 中路火毛拿到一血 单杀掉了也怕可不过是被游走游死了 这边是一波熊一波巨魔 好的给小巨魔上个套子 也是跟刚才大家一起讲过的 等他回去也先不急着上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急的 我不想浪费时间 我感觉能打过我直接上了 但大家要多 试一下被野打死一只很伤的 千万不要被野打死 好的 打一波 这边我蓝也不多了 看我的蓝 坚盛 既然是三级是打不过我的 我能够自己加套子 谁把他打走了 他转我的套子就给自己加速 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他 这边是马上到五级 这边也就是人品也不是很好 看能不能打掉这个熊 如果能把熊打掉的话 我能够自己加速 我能够自己加速 如果能够成功 我能够成功 如果能够成功 你能够赌到树林 树林的地方 不能动了 这样的话我这次就枉死了 我刚才是买了一个175 加上一个树枝 死一次是很伤的 我没关系 装备买上了 而且也没有状态 这样死的话其实就不伤 如果你懒很多的情况下死了 就很伤 现在四分钟绿鞋 然后打一波野就五级 一样的 为什么出绿鞋呢 也是有双方便的考虑 一边是 诶这边先不管他 反正杀不了 一边是 能保证自己的发育 还有就是 你出绿鞋 然后就可以 马上补出魂剑 因为现在的话 你看对面 一般的情况下 你打路人 对面都会有一个像什么猴子啊 什么敌法师幽鬼啊 这种对不对 这时候你在野区 发育了四分钟左右 就是第一次回家 哪怕你没有五级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绿鞋应该能打出来 但是你绿鞋应该能打出来 好的 这边我先去干开一下 等一下再去讲 没有大牛 好的 一次一个加速 诶人呢 哇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应该跑不了了 哇这坚胜 不是吧 我坚胜 好考呀 那我也不管了 直接把他杀了 有鬼一个大招 好的 我给他加个套子 完了 加了 现在我是有点冲动了 大家打路人的时候 气得 不要跟我学 因为我是玩的这个英雄比较多 我死一次可能还是能找到节奏的 大家如果 玩的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这么拼啊 刚才就是讲 对面有一个 像一般都会有一个 主力carry 在优势中打钱 然后你这时候 就可以买个魂戒卷轴 买个这个 直接奔向烈士路 因为这时候 我看了一下 我那家的风情啊 刚才我看了一下 还是 发育的还可以 哦 不是 不知道是指啊 好像是风情 然后 如果他发育的还可以的话 你就不用急着过去 如果你看这风情特别惨 然后 对面的carry发育的特别好 这时候你可以过去了 这边又拉得不双眼 这时候你可以过去了 然后你就会在那边 一直加套子 一直加双套子 他们那个carry是很难打到钱的 因为你有魂戒 有那个绿邪 回血回蓝 然后你是蓝是无限的 你就能套子好了 就给小兵加一个 千万不要给那个 第一个小兵加 要给那个 后面的 第三个远程兵加 不是第三个近战兵加 出错了 不好意思 这样的话 最好保证就是 呃 每波兵都会有 嗯 两个套子过去 这样的话 对面的那个carry 他补刀的话 就是很难受 他补一个兵 就会掉很多血 好的 这边 打起来的话能不能收到这个pag pag是没有波的 我靠 这个地方 不能在这个地方使用真空 我好像忘了介绍这个英雄的技能了 等一下再给大家介绍 好 给自己加一套子 怕拨了一下 哇 没有拉到 拉到的话可能有机会 因为他的血量很少 我这套子加上真空的伤害还是蛮高的 火猫过来 但是一个踩 但是大灯杀不掉我 小鸡是我拉的 因为一个魂戒 给火猫加一个套子一个加锁 好的 目送他离开了 哎 他看能不能逃 啊 这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走不掉了 哎呦还是死掉了 这边建立了 无敌斩 哇 一丝血 我给他加个加速 赶紧跑 这样的话就很尴尬了 不过魂戒到了 你看现在这个时候 就不用回家 这个大野是不行的 大野是能打断绿穴的 然后我给自己加个魂戒 然后加个套子 绿穴一颗 这边打小野的话就能回血 绿穴也不会被打断 然后现在血已经回到一半了 火猫是活了 他是有那个分身的 我直接冲上去 看能不能过来 他这边没有火 哎 火猫人呢 火猫哥快点过来 快点 抓一下抓一下 看能跟他批了 哇 这个火猫终于过来了 他再不过来我就死了 其实他早过来的话 早就杀了 因为那蝙蝠只有100多蓝 怎么样都不好跑的 他早过来我给他再加一套子 两个套子一般的话 呃 秒人很快的 瞬间就杀了 我可以 回家了 给小兵加一套子 能烫到几个兵是几个兵 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下 现在回血是非常快的 我可以保证一直不回家 现在是8级 机会打野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兔子的技能 刚才忘记介绍了 一技能就是一个真空 就是能把一个一定范围内的东西抓到一起 就是类似迷糰大的那种 然后二技能是一个离子套 就是一个套子 他的周围会每秒掉多少血 这个套子能给敌方的小兵加 也能给敌方的英雄加 当然还是可以给自己的队友加 也可以给自己的小兵加 好的 这边打起来了 没过去 这边剑身是把钻用了 他应该死掉了 应该走不掉了 抓一下 抓过来 好的 分射一箭 定住 火猫捆住两个 好的 帕克这边不要过来 不管过来的 好的 这边边回走不掉 一换二还是比较赚的 那三技能呢 是一个加速 一技的耗篮是比较少的 一技耗篮只有二十点 然后随着等级的增加 耗篮也增加 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但是加满了的话 他这个加速是持续七点五秒 然后CD时间是九秒 等于只有一点五秒的时间 是不能加速的 就是学满了的话 前期的话也就一两级就够了 如果你是列单的话 就是一级 不是列单的话就两级 你是打野的话 推荐还是先把一二点满 三技能点一级就可以了 好 这边我是选择骚一下优鬼 你看优鬼现在 发育台可以 我这边直接上去打他 他根本就打不过我 你看到没 他根本就不敢还手 因为我现在级别很高 伤害很高 你看优鬼还能不能单杀他 他是没有来吗 哎 好的一下 我靠 Miss 哎呦 丢失 不过这样的话 我们家火猫在这边 看能不能杀 我靠这火猫在干嘛 火猫哥 这火猫在干嘛 好的 封信一个舒服机 这边蝙蝠拉到火猫 我先走一下 怕过来了 给自己夹套子 背他 有魔棒一颗 好的 拉一下 好的 应该把他烫死了 哎 出来一个被我烫死了 蝙蝠丢一个R 好的 回头 火猫把他塞住了 再给火猫夹了一个套子 好的 这样的话 这边打了个灵魂3 非常妥 其实都已经回来了 帝将没肯 这么好 好 这边我也true 我还推了 很大 我也是 我能够打日子 雷克已经坐出来了 这边飞机是被奸胜偷了 如果局势是55开的话 推荐大家在三级拉的时候 三级的真空 三级的时候在学一级大招 大招的话是有150点伤害的 就是那个墙 一套技能下来还是有一点点爆发的 要不然的话 兔子其实爆发很少的 一大团 你只能放一个套子 然后抓一下 就没你什么事情了 因为这盘的话 现在局势还不错 我不急着学这个大招 我等一下再学 因为现在才12分钟 如果新手玩家玩的话还是 三级真空之后学一大招 这边火猫飞过去 我给火猫加了个套子 我给自己加了个套子 好的双套子 直接秒掉这个 这个有鬼 因为刚才在跟大家讲东西 你要去干别人之前 你先给自己加一套子 就是 在很远的地方加一套子 然后 等套子差不多又好了 你给队友也加一个 好这边支援过来 没肯加上 追一下 还能不能杀这个蝙蝠 追大牛 大牛的话应该走不到了 蝙蝠还是不是很好杀的 抓一下吧 抓回来 好 火猫过来 好的 火猫过来 火猫一个C C出两个 我给火猫加了套子 好的 火猫一个T 直接收到这个蝙蝠 这样的话 箭胜应该走不掉了 这个箭胜 卡位 被他 好的 火猫一个C nice 这边的话火猫又拿到了一个4 Double Hur Zach 突发 卡位 很关键啊 有的时候 因为剑胜这种英雄 你遛不住他 他有跑的话 你就卡他位 你有的时候卡得好 还是能杀掉他 的 有时候卡得好 刚才看剑胜出了一本新章 实际上 十三分钟 马上十四分钟 你肯十一戒 我马上十四分钟 你肯十一戒 我马上十四分钟 准备拉一波双野 我现在打野的话 我可以直接打了 因为现在装备好了 我现在打野的话 可以直接打了 答案 无所谓 卖欠伏地 直接打掉 无所谓 毫无压力 直接打掉 卖欠伏地 迈诞 莫肯加低 莫肯加低 对于护甲加低 莫肯加低 莫肯加成 直接打掉 加两继大招 12继的话 满技能两继大 不高智能加低 加低 莫肯加低 她满进流大招 只能没有大招 把愣人澰卖掉 原堂拓卖掉 14分钟 要肥 这盘的话局势还是非常的好的 那 相信大家 兔子玩多了就知道了 这个英雄如果玩得好的话 打路人来说 很容易就帮队友 打回一些很大的优势 因为这个英雄比较肉 然后前期输出又高 然后又能帮助队友 这边优鬼应该走不掉了 被我们抓到了 火猫一个C 我这边抓一下 游鬼开了大招 好的直接被秒掉 是我的人头 你看游鬼的话 现在我一直找他 他来没有地方去 哎 我队友好像又打起来了 好 绕回来 飞机被接上一个大招 好的飞机阵亡 火猫飞过来 给火猫加一套子 火猫加速 火猫被那个蝙蝠拉住了 没肯别急 没肯 好的 一个大招 但是我没有来了 火猫被沉默了 别急 哦 抓一下 哎一手 哎一手 好的 这个风行的人头 把这个石头人打了 我要贪一天 哇 救命救命 这前生应该打不过我的 怕可也打不过我 因为我现在很瘦的 好的一丝血 魔棒可上 哎 哇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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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玩好没玩好 玩脱了 其实本来不一定会死的 这盘的话优势比较大 嗯 为什么推荐这个英雄给大家玩呢 这英雄 嗯 个人感觉啊 在打路人的情况下 嗯 比如说两千左右的剧 就是你玩 这个英雄玩的比较溜了 就是你 你家只需要两个会玩的 就是一个大哥会玩 一个中单的会玩 感觉这盘就已经可以轻松的取胜了 因为这个英雄前期是非常的厉害的 他非常的肉 然后他能出没肯 然后他输出又很高 然后还能把人抓到一起 我个人感觉灵雄真的是有点Bug 大路人 我最近一直在首选这个兔子 很少数 一般的话都是 嗯 15分钟 20分钟就碾压了 如果我不浪的话 稳一点刷钱 在优势的时候稳一点刷钱的话 一般就是碾压过去了 我这个耗的兔子已经 啊 不知不觉打到2700分了 啊 这边火猫已经变态杀戮了 你看一下 但是火猫应该阵亡了 煞烟 ado 有机会 就能tschaft 你刚才面顺点 是的 特殊 准备出狄子 兔子一般来说都是出团队装的 狄子 西瓦 西瓦也是可以说是团队装吗 好这边 无一斩 没啃 这件事应该走不掉了 抓一下 抓回来 这件事怎么没下来 那我不管了 我绝了 我绝了 先把汤斯再说 这边帕克是打不所有的 我是有挑战的 追他 不追了 这边风情也杀中完了 好的 对了我上一部视频里面 有朋友留言说是 我看你的父王一直赢 有什么绝招 我看那个父王一直没输 其实没有什么绝招 好当然 我这个 录一盘视频也不是 打一盘 就把他那个 发给大家看了 就是 比较有质量一些 质量一些的 给大家发出来 也当然有很多碾压的 有很多被碾压的 没有什么窍门 都是 一点一点打出来的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帮助你 因为这帝公鸟玩得多 所以我 理解相对来说 就比较深一些 嗯 这边的敌把士居然没死 我都以为死了 沒提及就会救他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帮助你 假腿狂战点击手 我先不管他 这边抽下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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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火猫加速 看能不能干嘛 这边看到一个蝙蝠被蝙蝠拉住 我拉一下 开笛子可以没啃 给个大招 算了不给大招了 这个蝙蝠应该死了 非常的肉 没啃笛子一开 对面的人根本没有想法 20分钟没啃笛子 这边见上一个无地展 把那个风星秒掉 给火猫一个套子 因为火猫是冲前面的 当然还有一个组合 就是兔子加上发条 非常的厉害 这盘来说呢虽然也是 优势比较大 因为前面已经打了很多盘了 至少有十半左右了吧 然后都是碾压的 有的时候加三 也有的时候很纠结 因为路人嘛 兔子英雄也不是靠一个人 就能把对面团灭的 当然也要配合一些 会玩的队友 因为这个英雄 没有什么太高的输出 就是达到中期的话 打架的话还可以 那输出比较一般 因为输出的话 都要靠这个二技能 这个套子去烫别人才行 毕竟主动技能只有一个抓 一个大招 大招的话 是恒定的150点伤害 这个版本是不能出一张 哇 打牛踩了一脚 这个塔应该可以拿掉 诶 火猫上去了 我先不管把塔拿掉 我们被沉默了一下 给火猫一个套子 别怕我有笛子 好笛子开起来 火猫一个大招 不是一个T 躲到了一个大招 飞机大招 这边有点混乱 我先走了 先走了 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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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别上了 大哥 再给火猫加套子 火猫加套子的话 非常厉害 看能不能抓一下 哇 大哥 你这冲的有点拽吧 我抓一下 看能不能 好的 这个人应该死了 火猫一个T 但是火猫也应该死了 加个美肯 我给自己个加速 往里面钻 好的 这边没有蓝了 喝魂界TP 看能不能走掉 怕剥露一下 应该走了 诶 哇 这剑剑还是一个无敌斩暴 带走 不能给那火猫浪了 这边敌法师是单刀狂战 然后一个点击手 也是比较肥 有鬼的话 应该死了 应该已经快3800了 因为他是裸的 其实有鬼前面很肥的 他只是被我们杀了几次 而且他没有地方打钱 我相信大家打轮的时候 就是玩打钱的carry 也是比较讨厌兔子的 因为他过来一直加套子 一直加套子 像那个回复能力 比较一般的人 一般是来说是扛不住的 除非你出绿血 绿血的话还好一点 可以混一混 如果你没有绿血 根本就玩不了 像什么CK啊 船长啊 这种英雄 如果你不出绿血 因为这种英雄 是不可能出绿血的 你买个875 你的血根本就回不上来 你要像水人 这种还好一点 你可以一个波把它收掉 像这种近战carry很难玩的 我推荐大家就是 打路人就是打一波野 如果对面有那种核心 然后打到三分钟 这是我刚才开头给大家试验的那种 然后回家补一趟 买个绿鞋 然后买个魂戒的卷轴 这时候就跑烈士路 去跟你们家裂单的人一起 你给兵加套子 你也不用理他 因为他一个人也是混不下去 你们两个人的话 把兵线推过去 还能压制他们 对不对 最好让那个人再买个眼 因为你开始是没那么多钱的 然后你搞出一个魂戒来 你不用杀他 你那个 只需要一直在家套子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有机会杀他 是可以杀的 但是你如果有机会杀他 猎单的话我还是玩很多的 猎单的话我还是玩很多的 我过最近最近这个 这几期都是打野 所以有机会 我再给大家做一期那个猎单的 都是很厉害的 因为这个英雄真的很强 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英雄 好 在这边 看能不能抓到这个人 嘶 感觉会有眼啊 蝙蝠好像是没眼了 敌法师还在刷 其实这个版本的绿血啊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厉害的 看有一些核心出还是很好的 像猴子啊 敌法师啊 这种常年不打架的人 还是可以出的 因为你被抓了就是被抓了 跑了跑也跑不了 抓你的话肯定不是一个人 其实也差不多 但是你出绿血的话有个好处 这版本的绿血 回血还是比较多的 敌法师分身抚狂战 好肥 25分钟点击分身狂战 我个人玩敌法师的时候 都是喜欢出绿血的 之前也是被CC教育了一下 他说绿血厉害 我说无减肥假腿 狂战不是也很厉害吗 绿血打不了架 但是后来射了一下 确实 这边塔拿掉 确实是那个绿血 刷得快一点 因为绿血也是一只可以不回家的 这边红毛 F这个 牙腿的话一打 打几波就要回家了 续航装太差了 打到中期就可以拆绳 点个G 好了不说敌法师了 这边把野打掉了 现在我们的优势很大 我们在那个野区 压制他们 是他们现在也不敢出来 优鬼你看 根本就没有地方打钱 我两个套子把兵套过去 他顶哥就在家门口射 现在我 我们优势很大了 我就不急着加套子把兵套过去了 因为他是没有什么逃生能力的 我们只需要 只需要打他们家的野 然后我们家大哥再 安稳地刷钱就可以了 抓一下 好 因为奸上应该杀不掉了 你去骚扰一下 我们去打他们家野 然后 我们家大哥刷一下 但是他们也有机会 抓我们的大哥 我们一般来说 是不应该露线的 只需要 在他们家野去做个视野 然后我们就刷他们家的野就可以了 为什么说这个呢 也就是说 这个英雄打成优势局 很容易就这样 因为他不是第一时间就能上 上到对面的高地的 可能现在我装备优势也很大 哦 集备优势也很大 哎 这边抓到剑胜 但是感觉杀不掉 剑胜一个 剑虹暴 但是剑胜港 没有TP了 我开始笛子 看能不能杀 抓回来 有没有定 一大招 火猫赶过来 火猫一个 好的 一个C 这两个人都得死 nice 这边火猫支援非常及时 这边打了零花二 你看对面的输出还是很高的 你看我开了笛子 开了梅肯 我都是被打成残血 剑胜选择了买活 啊 刚才说到就是优势很大的话 也不一定能上到高地 所以呢就要压制对面 把这边做好事 然后让一个人刷 啊 但是 这是为了赢啊 大家稍微娱乐一点的话 就可以打得随意一点 就打得冲一点 可以试一试上高地 因为现在装备很好 可以打 我这边买了个 两千七 我准备出西瓦 把这边正正直接过来转 我会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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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敌法是三十分钟的话 就应该会有龙心了 大牛踩了一脚 好的 我里面站一下 哎 被踩到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帕哥过来了 我靠帕哥把盾抢了 这个敌法是对的阿兜 但是帕哥应该也走不掉 帕哥阵王 蝙蝠阵王 梅肯迪子一开 还是比较稳的 这边飞机应该阵王了 我先走一下 给火魔扎了个套子 先撤一下 哇 尖身无敌斩没斩到我 好的 先走了 好的 怕个一个沉默带走风行 先走一点 磕个绿鞋 好像不急 看看情况能不能打 好 这边有人 这边人都比较残 好的过来 感觉可以打 敌法师过来 有没有 我靠 敌法师怎么就知道跑 感觉可以打的 我还有一个抓呢 我磕个魂蟹抓一下 感觉敌法师一个大 就可以收了 敌法师这个英雄还是很厉害的 很不容易死的 没有必要这么害怕 你哪怕不敢逼过去 你可以走过去打 对不对 危险的话 你再逼走 当然我不会害他 对不对 我有没肯有敌子 我怎么会害他 还有 哪怕我 就是他逼过来 我还能给他加速 但是刚才其实打到残局的话 敌法师过来 他的分身斧CD应该已经好了 然后 一个大招 A两下一个收割 我跟他谈一谈 其实我不是为了教他怎么玩敌法师啊 但是打路人的话 感觉没有必要这么怂啊 因为你不光是单纯为了赢对不对 你为了赢的话 当然也是为了赢 但是你不可能 刚开始就是单纯为了赢 我就打钱打的结束 我赢了 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有的时候 可以拼一拼啊 可以打的 有的时候 那个 那套普什不都是拼出来的吗 要不然哪来那么多精彩镜头 那 没准就我一个 我一个抓 他一两下一个大招 然后 大了所有人 一下一次杀了 对不对 这就是 套普什 很多的时候都这样的 诶 这边敌法是单杀掉的优鬼 那优鬼很穷的 有一个875 连那个假腿都没了 这边有吸把子做出来了 好的 火猫这边又带走了一个谁 没注意 带走一蝙蝠 那迪法师应该死不掉 迪法师现在装备非常的好 你看 刚刚就打不动他 把这个加速吃掉 这个帕哥应该走不掉了 一下子带走了 好的 一下子带走了 大牛 大牛应该也走不掉了 火猫飞过去 好的 你看这边他们两个人打死了 噢 拿手了 抓过来 应该是有 嗯 这家人居然不转 那我就A死你 我一边有加速的 我一边一直去A他 我不能忍他了 我要冲进去了 大招 冲进去 哇靠 15个魔王 噢 他是有引刀的啊 没注意 这点尴尬了 大招的话浪费了 不过没关系 这些塔是能拆的 没关系 加上 这把这回起来很快的 现在龙心法没拿到 冲进飞我来 开个笛子 开个西娃 抓一下 又跑不见了 哎 什么情况 大招又跑了 大招又跑了 nice 这地方是怎么第一时间就 直接就跑了 关系是他跑了 逼走一下还可以啊 你看情况回头能不能打吗 直接逼走了 连头都不会 直接就跑了 蝙蝠 一下就死了 其实他不跑我感觉 他逼走然后走回来 就把他们全杀光了 如果有大招的话 是稳 稳定的全杀光了 这些上头 这边他是龙西了 32分钟 这装备 谁能阻止他 你看这有鬼什么装备 假腿会要875 这边蝙蝠跳拉 这个敌法师 看能不能杀大牛街大招 好的 见证一个过来 点个新章 但是应该杀不掉 哎 这是干嘛 飞机一个大招 好的 你杀不掉了 看见战鬼 战鬼追不上 哎 这边火猫飞过来 哎 火猫没有塞到人 他跟着敌 监生对砍 好的监生好像打不过他 监生转的时候 肯定打不过 监生要对砍的话 有机会 两个暴击 好不管他了 活了 看情况 我靠 什么情况 他真的被监生砍死了 nice 火猫飞上来 看见帕克能不能杀 主要是有优鬼的阵容 前期是比较弱的 但是他优鬼 我去骚扰他的时间比较早 我八九分钟去找到了 因为我这前面看他 发育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我才没去骚扰他 如果前面一直骚扰他的话 他很难玩的 他补刀的话是很难 很吃力的 这边坚生在后面 打他一下 这边坦应该可以拆掉 蝙蝠跳打敌法师 敌法师龙鲜的大哥 开个西娃 抓一下 哎 被怕个什么了 抓一下 抓一下 一个大招 把棒子点掉 我控制 控制幻想法 哎 没有幻想法 我先跑了 先跑了 有点事情 对面其实输出还很高的 你看 直接把我打死了 你走了 我去上面把那个 哦 这风情居然偷的摸拆路 好厉害 这风情有点nice 好的 飞机阵亡 敌法师再次阵亡 这样的话 送两波感觉要 哎 这边又给 居然把875卖了 买了个刃价 这是我非常不推荐的一个 一个出法 你不管怎样 你都不能卖875 875是可以出羡慕盾的 你不能准备 直接出龙群的 现在这个趋势是出不来龙群的 除非你能打一波团 这边抓一下 看能不能定到 好的定到了 nice 这边一个西娃 这个应该走掉 走不掉了 我给小兵加了套子 大家刚才应该可以看到 双套子的话 伤害很高的 我给自己加一套子 然后再给小兵加一套子 就两个套子 每秒就是双倍的伤害 有鬼再次阵亡 其实都打这个游戏呢 怎么说呢 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原因吧 但是最明显的一个点就是 装备好 就很容易赢 对不对 这不用我都说了 不过你看我 这盘 也是前击打野 一直帮队友 可能是打的比较顺 一直在杀人 但是如果打的不顺 我打路人的话 自私一点 我怎么样也是可以出到这个装备的 只是30分钟 就是跟刚才差不多 但是我要打的稍微自私一点 多刷一点钱 因为这个英雄刷钱很快的 而且他出一些团队装 能保护队友 能扛住很多输出 然后又不会死 快死的时候又能给他个加速 然后大招呢 加上那个真空 先放大 然后再放真空 是能制造混乱 制造混乱的话 就能给队友创造很多的输出空间 就是你家的carry 你第一时间冲上去了 然后没把那个卖了 买一个这个 准备出一张 你冲上去的话 然后 就是搞了一堆什么幻象啊 把他们拉到一起 这时候他们只只会 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先跑一先把那个墙跑出去 哎这边坚生在后面 好的 我拉一下风情直接定住 这个地方非常nice 开启笛子 哎他西瓦开起来 哎西瓦开得点晚 但是坚生应该是走不得了 哇 上面是火猫被秒掉了 飞机一个大招 好的 优鬼认甲 先不能追 现在不能追 先把塔摸掉 直接把塔打掉 还是可以打的 哎这边定住两个非常nice 好的 哎他这个帕克先带走 我靠这个都没带走 先把这个 熟棒点了 不那个 加血棒点了 优鬼这追的有点深了吧 我靠优鬼好厉害 我先撤一下 哎这边是杀掉了 这游鬼 拜特也死了 什么情况 没看到 应该是敌把是一个大招 好的 这边应该是打赢了 这波 没肯马上就好了 好的 没肯差一点点 妥 这样的话 这路就可以拆掉了 上路已经破了 最后一路了 下路也破了 这样的话超级兵了 好的 超级兵 那这期差不多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也是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的 野区小霸王 这一系列的 打野 就是这个野区英雄的视频 预备 大多都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啊 来分享给大家 打野区的话可以稍微自私一点啊 精神一无一胆 杀不掉了 自私一点就装备好一点 然后可以考虑出死灵出 我这盘是出的细吧 好的 把架A掉了 我是不跟他们那个拳 好的 不管他们了 我的力量是你的 这机马上就爆了 好的 终于快结束了 这个塔A的好慢 好慢 自由一下 好的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野区小霸王系列 好 谢谢收看 好 您好 您好 你 你 你